好 我們回來看 這個世關我們下一個註解 這個習近平在這次 中央經濟公會議 我們試圖他做了一個夢 他做了個什麼夢 他跟了2000年前 3000年的柏拉圖 進行了一個對話 因為他所有的目標跟目的 不管從政治 軍事 到這一次的全新版的 供給車的經濟學改革 都跟柏拉圖的理想國 有非常接近的地方 觀眾朋友 我們就把理想國的 栽要拿出來 再把習近平跟中國共產黨 給加了進去 你會發現 習近平他的世界 好像就是幾千年前 柏拉圖理想國的境界 觀眾朋友 在理想國當中 柏拉圖設計了一個 正義之邦的願景 他說第一個 國家規模適中 站在層的高處 可以把全國禁收野底 國人彼此面世為度 就彼此都認識 觀眾朋友 現在有了微博 有了阿里巴巴 有了淘寶 這個國家大小不重要 因為大家互相都可以在微博交流 可以在淘寶認識 好 第一點 習近平達到了 第二點 我看一下 柏拉圖認為國家取決於勞動分工 所以柏拉圖認為 這個國家要分成三種階級 第一種階級叫做治國者 第二種階級叫做武士 第三種就叫勞動者 那治國者 他們就是少數的精英分子 用他們的智慧 哲學智慧 跟他們道德力量來統治國家 那武士們就是軍人 他們輔助治國 用忠誠跟勇敢保護國家安全 最後就是勞動者 大多數人民 為全國交換跟提供物質資料 觀眾朋友 我們套進去 政治局常委 解放軍 人民 在這樣的國家當中 因為這些德高望重的精英哲學家或精英分子 他們可以用理性的方式 這是柏拉圖講的 理性的方式 公正的治理國家 觀眾朋友 這很重要 因為事實上人民是不理性的 所以少數具有一些智慧 勇氣 哲學思想的理性學派 來領導這個國家 那其他的 包括像人民 就為他自己的欲望 為國家來做 不是說自己的欲望 為國家來做服務 那柏拉圖的理想國當中 非常重視教育 因為國民的素質跟匹德優劣 會決定國家的好壞 所以柏拉圖甚至說 在建國之初 要把所有人都遣送出國 然後我們就視為拿去勞改 跟進中央黨校上課 但更重要的柏拉圖講一句話 跟台灣現狀非常接近 就是柏拉圖他不准有戲劇面 有戲劇 為什麼 這些看戲劇 看影片 看名嘴鬼吵鬼鬧 基本上這種冥冥之音 會傷害青年的心靈 所以 劉老師 柏拉圖跟習近平一模一樣 感覺習近平是柏拉圖投胎 他們在昨天晚上做了個夢 進行了橫跨3000年的對話 這個巧合怎麼做觀察 我們學西洋哲學的 心中都有一個小秘密 就是說 我們這個小秘密是說 我們西洋哲學中最偉大的哲學家 就是柏拉圖 柏拉圖最偉大的書就叫《理想國》 但理想國一點也不是現在的理想 理想國的話 他講的是一個集體的領導 他把人作為一個階級劃分 分為金銀銅三個層級 就是你講的這邊 分成三種層級 分成三種層級 這合理嗎 現在不是普世價值嗎 基於對於世光工作這麼辛苦的支持 我認為他有一點是非常合理的 你只要看人類的歷史 假設我們人類的歷史有5000年當中 只有中間就是今天之前的2500年 跟現在我們大概都出了上200年的民主時代 對 其他沒有發生過民主時代 那對柏拉圖來講的話 他是活在古希臘時代的雅典城邦 對他來講的話 有兩件事情 讓他對於民主制度非常不買單 第一件事情就是西元前404年 這個雅典敗給了斯巴達 叫做庇羅奔尼莎戰爭 這個是長達23年的戰爭 雅典最後戰敗了 還暫時失去了他的國家的地位 對 那另外的話就是西元前399年 也就是5年後他最摯愛的老師蘇格拉底 居然在雅典的人民法院 按照完全民主的方式被判了死刑 而且還執行了 喝下了毒酒死掉了 所以這兩件事情讓柏拉圖開始很懷疑 一般人到底有沒有腦筋治國 一般人到底有沒有這個智慧愛這個國家 一般人到底有沒有這個能力為這個國家貢獻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柏拉圖心中的政治理想 是像一個斯巴達一樣強的國家 但是他沒有支持斯巴達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斯巴達有他的軍事傳統 他認為這個國家的中間代表勇氣的那個階層 來負責國家的安全已經夠了 然後上面的話 這個柏拉圖講一句話 對我們哲學系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應該寫在我們系上的橫筆上 就叫哲學家皇帝 他認為就是能力最強的人 就是智慧最高的人 智慧最高的人就是應該能夠治理國家的人 所以他取了這個名詞 這是大家都很有名的一件事情 那一般的平民大眾老百姓的話 他是不需要花費太多的時間 管政治 根本不用 沒機會管政治 他這個完全是一個集體領導的一個國家 他不但是共產 他基本上是供子女 小孩生出來後 在軍隊裡頭的話 在袍澤之間講究情感 甚至於同性戀異性戀 都是一起准許的 所以他的整個觀念是以國家的發展 作為一個理想 他需要他的目標 就國家發展唯一目標 因為國家變亡了 變亡後他就產生這個問題 所以說這個情況之下 產生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影響 就是說我們今天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會想到 那麼所有的人心裡都很明白 就是左派的政體 共產主義所建立的國家 從史達林的時期 就是透過這種模式 其中的話 都失敗 看到這種模式 蘇聯有一件事情是成功的 就是科學的發展 在很短的時間內 讓一個農業國家 變成工業國家 這個只有蘇聯做到 所以蘇聯 這共產主義曾經一度 變成東方的太陽 那講的還不是毛澤東 但是毛澤東基本上的話 他是用這種方式 做了有一件事情 是違背了柏拉圖精神 但是其他他做到了 就是什麼精神呢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不是獨裁政治 我們講的是集體領導 就是說人各有其能 人各司其職 有的人在最底下 做社會大眾的 有的人在中間 負責國家策劃的 有的人在上面引導國家 對 我必須強調一點 就是說這一件事情 講起來在今天 到21世紀的政治經濟學當中 會發展出一個 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我們心裡都心知肚明 在華人世界 你想想看新加坡像不像 像 站在這個一個最高的點上 看這裡面的情況 因為李光耀曾經說過 新加坡的人才大概就300多個 剛好坐一下波音77 就坐滿了 這個飛機如果出事了 整個新加坡就結束了 對 表示全部一共600萬人當中的人才 不過就是三四百名 對 那其中的話引導 所以他說新加坡的制度 不過按照他的想法來做的話 他當了鬼也要爬出來 要改正 為什麼呢 他就把這國家當成 他的集體領導一部分 新加坡就很有 柏拉圖理想國的味道 非常具有這個味道 所以國家非常強大 所以但有些很法律 吐口香糖又被鞭刑 不准抽菸 不准這個隨地大小便 大小便好像很比較正常 這個非常沒水準 但是比較有水準 比如說口香糖的問題是什麼 他要給你產生一個感覺 就是說他做的一個政策 要不但要能夠嚴厲執行 而且要能夠做得到 他要打你幾邊 就是打你幾邊 美國總統顯信來都不管用 所以說呢 這個就是他流行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現在看全世界當中 現在最大的政治哲學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最近的話 大家也常常在談民主失靈的一個問題 就是民主制度推薦半天選來選去 到底能夠選出什麼樣的人 那麼現在呢 出現了一個 就是中國現在走它的社會主義 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道路 對 那這個對大家構成理論上 一個很大的壓力 因為我們也了解 就是說中國的文化傳統當中 原來的聖君賢相的思想 再配合原有的中央政治局的集體領導 然後再加上所有的老百姓 對於經濟的興趣 遠遠大於對政治上的參與 對 就是因緣際會 產生了這種一個希臘夢 一個中國夢的結合 對 倒並不是說是習近平每天晚上讀柏拉圖 但是任何讀懂柏拉圖人都知道 這件事情值得一試 尤其是在華人的經濟圈裡頭 所以習近平這個事業很特別 我要想外民哥幫我們做補充 因為習近平這個事業 為什麼把柏拉圖拉過來 因為柏拉圖是整個西方哲學 不管是科學或民主的關鍵的人物 那我還看了一個書 就是說西方只有支持柏拉圖跟反柏拉圖 沒有說不理柏拉圖的這種論點 我們習近平他這次的中央經濟共同會議 他玩的不是單純經濟發展 跟我們投資有關 他還在玩一個政治的博弈 一個理想國的創舉 真的有可能完成嗎 其實你把院老師剛剛講的話 其實柏拉圖就是把這個國家暴力 透過集體的意思對不對 然後合法化 沒什麼了不起 這套遊戲其實很多人都在玩 比如說馬克思 比如說毛澤東都這樣玩過 為什麼 那為什麼會輪到習近平比較成功 那我又有一點這個 替毛澤東講一句話 就是說院老師剛剛小看毛澤東 毛澤東也是在很短時間之內 把中國的這個 由這個農業社會對不對 然後邁進到這個工業社會 1959年 1949年建國 1959年就做坦克車 1970年就發射東方紅衛星 21年的時間 對 所以那個時間也是非常的快速 那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成就 那其實很簡單 也是透過國家暴力 然後這個強制的這個 這個集中這個國家的資源對不對 去補短板 這就是剛剛這個五大任務中之一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思維其實跟我們在台灣 這個習慣所謂市場或者自由經濟環境下 不習慣 成長的人來講很不習慣 但是對大陸來講很理所當然 這個所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第一次開的是什麼時候 1998年 1998年是幹嘛 就是亞洲金融風暴 對 這個面對特殊的這個國際 全球的這個宏觀經濟的巨變 之下 那麼大陸召開了 那個時候這個執政的是這個 江澤民對不對 必須由國家出手去做干預 那這個理論其實也不是什麼很新的理論 大家看看這個馬克思 馬克思他講的這個經濟學就是政治經濟學 只是說到19世紀 這個40年代50年代以後 這個所謂自由經濟的這個思想起來了 對 他們認為說經濟就應該自然運轉 就放手 放手 什麼都放手 對 所以經濟學是經濟學 政治學是經濟學 政治學是政治學 就沒有所謂政治經濟學 對 但是在中國大陸 他研習 觀眾朋友 其實注意到 經濟學系 這個問員老師 在台大 經濟學系不在商學院裡面 在很多學校裡面 經濟學系是不在商學院當中 觀眾朋友 你從大學的分類 商學院是財務金融 有管理 有會計 可是通常的大學 經濟學系 可能辦公室在政治系可避 所以事實上經濟學系的分類其實很特別 我每天講我們是個經濟學的 經濟的環境 可是事實上從大學學科分類 有時候不是這樣分類 實際的運作上 其實政治跟經濟是分不開的 馬克思所一直很堅持的 他認為你經濟自由運轉的話 那就會出現周期性的所謂的經濟危機 那怎麼辦呢 那所以政府就要干預 所以才有所謂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對 你看這個有個漫畫 這是華爾街的這些巨惡 站在華爾街這個FED的屋頂上 跟這個馬克思的銅像去做拔河 意思就是說 馬克思的意思就是說 要透過國家透過社會主義 透過計畫經濟 來扭轉這個所謂周期性的金融危機 像台灣 觀眾朋友 國安基金 有時候股票一跌 大家就說股民就說 國安基金怎麼還不進場 觀眾朋友 你只要講這句話 其實你就是超級共產黨 對 沒有錯 觀眾朋友 你懂意思嗎 所以其實台灣 股民都是共產黨 因為股票一跌就是說 國安基金怎麼還不進場 你會講這個話 會有想法 觀眾朋友 我給你抹面 你就是共產黨 你怎麼會有國安基金進場的概念 這是超級共產黨的 其實你在美國實施FED 某個角度來講對不對 當時很多這個研究社會主義 或者說左派經濟思想 就認為美國已經對不對 資本主義已經向這個 社會主義投降了 對 為什麼 不然為什麼會透過 國家政府的力量 透過一個聯準會 來實施FED 來去所謂 救這些不能倒的銀行 中國大陸何嘗不是如此 毛澤東對不對 他自己就有寫了一個 這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 批註和這個談話 對 雖然還不知道 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 對 就是很簡單嘛 就是國家出現這個不正常的這種 經濟或社會現象的時候對不對 那當然就要用國家的力量對不對 去做這個解決 當然我們現在反過來講 中國大陸現在所謂的 所謂過剩產能 所謂槓桿度過高 或者說有這個短板的問題 其實某些程度來講 也是國家介入結果 對 比如說現在產能過剩 那不跟2009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大陸推出來的四兆的 這個所謂救私方案有關係 那現在這個救私方案 現在等於是要彌補過去 救私方案錯誤政策 所造成的惡果 所以國家要重新投入 把它扭轉過來 然後引導到市場經濟 然後透過市場經濟機制 去產能 去庫存 補短板 然後降成本 達到所謂的五大任務 這就是所謂他的所謂殲滅戰 好 我們要觀察一下 觀眾朋友從這一次的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我們看到非常多的政治性格 在其中 習近平在玩一個經濟學的創新 政治學的實驗 甚至我們用他跟柏拉圖 3000年來的一個對話 來看到中國的願景 觀眾朋友 我們講中國 因為我們下一階段 我們要講到昨天晚上 西班牙大選出現非常意外的結果 全世界對於現行社會 運作方式都不滿意 中國提出他的解決方案 西班牙的人民用選票 提出他的解決方案 可悔沒有 誰是走近利 誰是走遠路 我們將廣告 從西班牙的選舉 震撼了全歐洲政壇 來做進步觀察